雖然小虎姐出道了35年 在今年才第一次站上了小巨蛋 当然台下观众也是男女老少 通通都有 当然她在POP累积的经验 以及人气也是不容小觑的 看一下 没那么真难 就能去爱别人却不堪 变得实际 也许好也许坏个一般 说到黄小虎这三个字 七八年级生第一个联想到的 就是这首歌 想在没有那么容易 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红红变脸不如平息 2010年的一首没那么简单 让黄小虎红遍两岸三地 但对于六七年级生而言 这首歌才是他们 对黄小虎的印象 你从不知道 我想自己不只是朋友 还想用那么 一点点温柔的讲座 黄小虎1990年的出道歌曲 不只是朋友 靠着浑厚的嗓音 和充沛的情感 拿下当年金曲奖 最佳新人和最佳录音奖 相当于现在的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 算是给黄小虎相当大的肯定 毕竟在POP多年铸唱经验 早就累积了深厚的歌唱实力 Come on let's show your love 收到请回答 感动我 想听你心跳 讲话 1982年 黄小虎第一次登台现唱 原本只是帮姐姐代班 没想到唱着唱着 不只成瘾也成名了 当年你在POP的时候 有取什么艺名吗 我在南部的时候 南部就是第一次拿到麦克风 然后跟别人 跟店家介绍 他问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小凤 各位当年的小凤 所以如果现在 有人叫我小凤 我都对 一定是 本名黄春凤的黄小虎 不只拥有POP女王的封号 还被称为灭绝师太 原因来自于她在2007年 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审 犀利的讲评 被主持人的陶金莹 开始在节目上这样称呼她 先请师太讲评 林心仪嘛 小女生嘛 你要注意她下一句 黄小虎在选秀节目上 展现口才和反应能力 尤其歌艺惊人 让她受到大陆节目单位的注意 在2013年开始进攻对岸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谁在敲打鼓窗 是谁在亮度情节 只要跟唱歌有关的大陆节目 似乎都看得见黄小虎的身影 但真正的爆红关键 全靠这首声曲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什么都不懂得念起 曾经最讨喜 所以最开心 曾经 黄小虎从此在大陆声名大噪 平均一个礼拜就有两场商演活动 酬劳破百万 一年下来就靠这首歌赚进了上亿元 在人间从来不浪漫 在心中却从未回方打算 最痛的人最暖的吧 黄小虎在出道满35周年之际 首度站上小巨蛋举办个人演唱会 每走来宾纯粹用好歌声唱好唱满 能够从POP一路唱到小巨蛋 证明黄小虎演艺事业再创巅峰 这位POP天后横跨老中青三代 不论是翻唱经典好歌或是疗愈情歌 黄小虎的名字和实力派画上等号 更让歌曲传唱度超过十年以上 地划 quote 厚